非常感谢神 再次能够来到各位当中 来分享神的话 大家已经是来到第三堂了 十分的难得 很少教会是说 在一个晚上里面有两堂信息 比较少有 所以大家的忍耐 实际上是值得我们佩服 感谢神 我今天的题目是得胜有余 特别有感触 因为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已经忍耐了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其实我们盼望都能够快一点 整个教会各方面都能够 回到以前一样 一样来去聚会 敬拜神小组 主乐学团契等等 那么我就是跟我的 自己的弟兄姐妹说 我们应该有个祷告 那么我们的目标 希望能够说七月 七月开始 我们就能够回到教会里面 继续的同性和异的敬拜神 当然这个也要看当时的疫情 跟地区 大家注射 接种疫苗的情况如何 但是我们以七月份来做祷告 用信心来祷告 迫切地祷告 求主在七月份 让我们的教会 全美国的华人教会 都能够在七月或之前 能够再次回到主的殿里面 同性和异来敬拜神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 你们教会的那个时间表怎么样 我就把我教会的时间表 来跟各位分享 也盼望说 这个不单只是我的教会 也盼望是全美国的教会 华人教会 还有非华人教会 都一样 因为这个疫情的使得 我们就受到很多方面的压制 我们也会担心说 这个重开之后 那么有多少人 就已经习惯在网上聚会 或者是已经失落了 已经失掉了 那么就已经退后了 就没有来做礼拜 很多教会的领袖 牧者都有点担心 甚至我们也知道说 有一些的小型的教会 因为没办法能够进行 这个网上的崇拜会 结果人数越来越少 最后关门 我亲眼看到 在南加州有一两个华人教会 也是这样子 就关门了 就结束了 这样子 那么所以我们都 就是面对这个种种压力 但是我相信 我们今天所承受的压力 绝对不会超过 这个古时的以色列人 他们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所面临的那个挑战 他们那个时候 所面对的挑战 给那个的法老王 给那个埃及人压迫的 那个情况 远远超过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 那个疫情 但是 我们看见神拯救的时候 来到他们的身上 一切的难处 都不是难处 一切的困难 都不是困难 因为有耶和华 来帮助他们 好像刚才我们说 唱了诗歌 谢谢藏长老大林 第一首诗歌 要抬起你的头来 我们怎么能够 我们怎么可以 怎么能够抬起我们头来 那是因为 我们有神 因为神施恩的手 在我们身上 神扶持的手 在我们身上 神带领的手 仍然在教会的上面 因此我们今天 可以抬起我们头来 来去勇往直前 可以走前面的道路 我们能够得胜 并且能够得胜 有余 我们今天就把 我们今天的处境 来比较一下 在这个 墨西出埃及的时候 那个的属灵的光景 到底是如何 那我今天呢 要跟各位看的 就是这个 得胜有余 那么我们就来看 我就是 好 今天是来到 这个第二十七 这个 二月二十七 得胜有余 我要读的圣经 是在这个的 出埃及记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十三节 这段圣经呢 它是总结 前面五章圣经的 一个过程 因为这个 你在你读的时候 就知道说 好像就把第二章 第三章 这个的 墨西蒙造的时候呢 那些话 好像总结了 这样子 第六章第一节 这里说 耶和华对墨西说 现在你必看见 我向法老所行的事 使他应我大能的手 容以色列人去 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 神小肉墨西说 我是耶和华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 至于我名耶和华 他们未曾知道 我与他们鉴定所立的约 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 赐给他们 我也听见 以色列人被埃及人 苦待的爱神 我也纪念我的月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我是耶和华 我要用 胜出来的棒壁 重重的刑罚埃及人 救赎你们 脱离他们的重担 不做他们的苦工 我要以你们 为我的百姓 我也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知道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要是救你们 脱离爱及人 是重担的 我岂是应许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那地 我要把你们 领进去 将那地 赐给你们为业 我是耶和华 墨西将这话 告诉以色列人 只是他们 因苦工仇烦 不肯听他的话 耶和华 小于墨西说 你进去 对爱及王法牢说 要容以色列人 出他的地 墨西在耶和华面前说 以色列人上车 不听我的话 不听我的话 法老怎么肯 怎么可能 怎么肯听我 这个做狗奔死的人呢 耶和华吩咐 墨西亚伦 往以色列人 和爱及 往法老哪里去 把以色列人 从爱及地 领出来 神在什么时候 呼召墨西亚 各位 我们来看一看 当时的情况 他八十岁的时候 我们今天用人的话来说 是七老八十 对不对 甚至我们说什么呢 人胜七十古来西 圣经也说什么 人一生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的到八十岁 那么其中所进化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但是八十岁的时候 这个的墨西 才蒙神来呼召 这个八十岁是很重要 若是你明白 其中的意义 并且相信神的作为的话 各位 你人生的下半场 会非常的灿烂 你人生的下半场 会非常的精彩 所以你把这个八十岁 这个字 不要随便读过 你要深深的思考 神在墨西八十岁的时候 他荣耀的护照 就临到墨西了 各位 你还没有到八十岁呢 神荣耀的护照 也在你的身上 也在他经历了四十年的 这个的挫败之后 也在他失去了 埃及王子身份的时候 以前他是养在 这个埃及的皇宫 这个法老的女儿 是他的养母 大家记得吗 那这段圣经太熟了 我就不讲了 大家记得这个 他就是埃及的王子 的Prince of Egypt 那么解禁家 跟这个考古学家 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其实圣经也有印证 在这个希伯来书 罗斯墨西 乖乖的 在这个的宫廷里面 好好乖乖的 做一个王子的话 不要什么 孤恋神的百姓 不出去干预 那些事情的话 他都可能会 成为一个法老王 他就成为 埃及的那个王帝 但是他没有 并且呢 八十岁的时候 他已经呢 离开了埃及 在旷野呢 就是已经四十年了 那么他那个时候 一无所有 他所有的 就是自己的家庭 跟一群的羊 他无权无事的时候 在他进入了身体 开始走下坡的时候 各位 我们都想说 这个身体啊 就是 罗斯要为神做工 应该到 经历最旺盛的时候吗 当然应该是这样子的 但是有时候 神的意念 高过 超过我们的意念 没办法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神就护照他 一般来说 到了八十岁 我们应该就是 安享晚年吧 对不对 安享晚年 安安乐乐吧 安安乐乐就死了 安乐死了 对不对 我们通常都这样子想 大家在 你退休的时候 You retire 我相信你一定 收到很多人的 这种的 对你的恭喜也好 这个鼓励也好 那么在 英文世界里面 都有个字叫 retire 对不对 L-E-T-I-L-E 我相信你一定 收到 如果是你 你退休的时候 你一定会收到过 有人对你说一句话 叫什么呢 Retire 就是 Re-L-E 就是把轮子 因为它也是轮子 你的车子 把它换一下 四个轮子都换一下 换成新的轮子 然后再走十万 Hundred thousand miles 再走十万 所以retire这个字 他们的 重新的注解 不是说 都不做事情 是换新的轨道 新的轮子 然后再跑 再跑十万里 因此 这个是我们 我们没办法想象的 年老的时候 再蒙呼召 一无所有的时候 神就呼召他 其实神的心意正好 让他能够在 年老的时候 专心地依靠他 圣经说什么呢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 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 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么样高过地 照样 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 高过你们的意念 这个摩西以为 我四十岁出来 来去拯救 以和华的百姓 以色列人 我的同胞 我的兄弟 是最好的年龄 结果神说是八十岁 故事现在 结果是什么呢 神要摩西学习 不再依靠自己 不要依靠自己 是埃及王子的地位 也不要依靠自己的 年轻力壮 众年人四十岁的 那种体力 不要依靠 也不要依靠在埃及 所学的一切的学问 不要 要单单依靠他 实时地寻求他的面 各位 这个的 撒加利亚书 也告诉我们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尘世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的摩西 他的怎么得胜有余呢 他怎么得胜有余呢 有几个事情 使到他一步一步 能够认识神 然后一步一步的 更加依靠主 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第一件事情 就是他看见一个异象 看见什么异象呢 就是看见他的一个 禁忌被火焚烧 那么在 你知道在中东 那么热的天气 那么干的天气 在山上看见火烧禁忌 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奇怪 最奇怪是说 这个禁忌被焚烧 但是没有被烧尾 这是一个超自然的 一个异象 有没有 在摩西在河内山上 看见焚烧的禁忌 这个火是代表失念 也代表神 因为神就是烈火 对不对 那么这个整个景象 当然甚至没有描述 但是我们今天 用今天的眼光 来看当时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领会 什么领会呢 这个禁忌可以代表 受压制的 在困苦里面的神的百姓 那个火是代表失念 就是埃及人来逼迫他们 压制他们 甚至就是歧视他们 看他们是二等 三等四等共鸣 跟他们是有差距的 压制他们 那么这个压制 就等于说是个失念 苦共的也是失念 但是感谢神 一般的情况来说 以色列人应该就是 人数会越来越少 结果他们人数越来越多 你越烧他的越来越多 有时候我们就想到 好像中国的教会 在受大失念的时候 不能聚会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 中国的家庭教会 几十年前是全世界 发展的最快的教会 就好像在失念的当中 它的成长更快 这是一个超自然的 超自然的意象 那么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很少看到 超自然的意象 不是没有 但是不一定有 神常常用自然的事物 在人的心中产生一个的意象 那么又用那个意象 去护照人参与一些的行动 好像什么呢 主耶稣一样 主耶稣看见人 看见人的时候 圣经说什么呢 在他心中有另外一个图画 他所看见的这不是人 他看见的是 这些人好像什么 羊没有牧人一般 颠沛流离 圣经说主就怜悯他们 好像保罗在 这个《使律行传》第十七章 他在路上来等候 他的几个学生 就是提摩他 他们还没有到之前 还没有到雅典之前 他在走到这个街上 看看雅典这个城市 是个什么城市 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满城都是偶像 我们也知道说 罗斯你去台湾 从台湾来的兄姐妹 你也知道 就是说台湾的庙 也是特别的多 罗斯你去泰国 泰国的庙 满街都是庙 满街都是偶像 差不多是这样子 那保罗就心里面 就非常非常的 信紧如焚 各位 今天呢 你可能在教会当中 看见一个意象 一个需要 或者说教会有一个的破口 那么或者说 你看见一个 侍奉的机会 或者说你看见 一些问题 那么神用这些的 你所看见的 我们叫做 好像不太理想的状态 那么 那么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多少时候 人的反应就是说 哎呀 就是埋怨 就是呢 就是发怨言 为什么是这样子 其实神让你看见 教会一个问题 目的不是叫你去埋怨 目的是叫你去祷告 目的是叫你去关心 目的是要你问自己一个问题 为什么上帝让我 看见这个问题 这个破口 神是不是要我做一点事情 不是把自己凑离教会 好像用外人的口吻 用外人的眼光 用外人的手指 来指着教会 这个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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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神让你看见问题 不是要你去埋怨 不是要你去埋怨 这个做得不好 埋怨那个做得不够 那是说 我问说 主啊 为什么你要我看见这个 异象 为什么你要我看见这个破口 你为什么让我看见这个需要 哎呀 有时候我们听见 利用姐妹说 哎呀 这个教会的人 没有人关心啊 我们就会埋怨传到人 哎呀 传到人探访不够啊 我们有时候埋怨那是探访主 哎呀那是探访的弟兄姐妹 不够好啊 那个执事怎么样 有问题啊 就是很多埋怨 其实神不要你埋怨 神要你祷告 然后你就问上帝说 主啊 我能够做什么 哎呀 所以我们说 哎呀 教会比较冷淡 为什么你不热情起来呢 你为什么埋怨冷淡呢 与其咒骂冷淡 不如你自己热心起来 关心教会 关心弟兄姐妹 所以这个是一个意象 让你看见 第二呢 你看见之后呢 要领受一个感动 这是有一个负担 好像这个的摩西 他看见这个的 这个的意象 神在禁止当中呼召他 你要去回到埃及 把我的百姓领出来 那么通常 你看见意象之后 我们有个感动 什么是感动呢 这感动是 这意象是有代表一个需要 但是是不是神要你去做呢 所以意象是一个需要 但是呢 神要不要你做呢 就是所谓的领受一个感动 那么我是不是要去做这个事情 譬如说 譬如说 各位 我知道说 神在不同的年龄当中呼召人 譬如说 我是年轻的时候 神呼召我出来做传道 有一些人是四五十岁 有些人是退休之后 神呼召他出来做 做主的工作 宣教室 做传道也好 都有不同的 好像萨卜尔 很年轻的时候 就蒙到神的呼召 有没有 对不对 好像墨西八十岁的时候 才蒙到神的呼召 那没关系 那么 或许说 神也感动你做一些事情 那么 你有感动 等于说有负担 那么负担 必须经得起这个测试 那么什么测试呢 就是说 动机的测试 明知善有虎 偏向善中行 你的动机 动机是不是纯正 那么什么意思呢 好像我们以前有一位 有一个弟兄 弟兄 那么其实他就是 吴勇长老的外孙 吴勇长老的外孙 那么他在我们教会 以前现在到了别的教会 那么在我们教会的时候 我跟他蛮熟的 他也是我的眼科医师 那个燕光师 那么他小孩子的时候 他的爸爸 他就告诉爸爸说 我将来长大以后 还要做 好像外公一样 要做传道人 那么他的爸爸非常高兴 你真是这个 有这种的羡慕三公 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喜欢做传道人 那么他怎么说呢 那个小孩子 他是小孩子 他说做传道人很好 因为一个礼拜 才上班一天 其他六天可以去玩 多好 一个礼拜 才礼拜天去讲个道 那么礼拜一到礼拜六 不需要做事情 所以很舒服 可以去玩 所以我也要去做传道 动机不良 要问清楚 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的动机是什么 那时间的测试 比如说神护照 你做传道 有时候我们听见 一个牧师来护照 我可以拆见谁呢 谁可以为我们去呢 然后那个牧师是说 有些愿意对主说 我在这里请拆遣我 那么多时候 弟兄姐妹听见 这个道都很受感动 都想要来去应聘 都很想来去回应神的护照 但是有时候也怕 这个是不是冲动 不是感动 各位 我是说是来自神的 一个的 叫你去做一个事情 无论是严重到 出来做传道也好 或者说在教会里面 做一个事情 好像是神要你去做的 比如说 主日学要请你去做老师 比如说你从来没有做过的 你就问说 上帝是不是 我也很感动 我不知道这个是我的冲动 还是感动 我不知道 若是来自上帝的话 这个感动 一直一直会在你心中 不会放过你的 若是是冲动的话 一下子就好像火烧那个草一样 烧一烧就没有了 但是若是说 是神给你的感动的话 不是冲动的话 就好像火炭一样 在你心里面就烧啊烧啊烧啊 不会放过你的时间的考验 还有现实的考验 我记得我听过 唐从龙牧师回答这个问题 他说 我怎么知道上帝护照我出来做圣供呢 做全世界呢 那么 这个唐从龙牧师就回答 他说什么呢 罗生 你知道说 做传道是难难难 你都知道的 然后你继续说什么呢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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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概就是神的护照 你知道很困难 但是你说 我要 我要 你自然而尽 所以有人说什么呢 这个世界有两种的勇敢 两种勇气 第一个是说 你不知道危险 不知道代价 不知道后果 你说我要冲过去 这样子 我要冒险 因为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的勇气是什么呢 你知道一切 但是仍然的勇往直前 就是计算过代价的那种 这个第二种呢 才是真的勇气 第一种 可能是 可能不是 因为你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就以为是很简单 你就冲过去了 那结果呢 一进去的时候 哇 那么难 就 很多人就会退后了 是吗 领受这个感动 所以 看见意象 然后领受这个感动 这个感动要问一下 你的动机 另外看一看 是不是一直的感动你 第三 你问一下 你是不是知道 你所需要付上的代价 然后 还是对主说 主啊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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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 我们知道说 这个 下四月份 受难节又来了 复活节也来了 我们再次给主的爱 来去激励 激励 主啊 你为我受苦 我为你做什么呢 你为我舍去 一切 死去你的生命 我舍何事为主呢 我舍何事为主呢 第三个 他看见意象 然后有感动之后呢 有感动之后 需要行动 你看墨西回去 立刻告诉岳父 说什么呢 我要回去埃及走一走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兄弟 我的同胞兄弟 还在那个地方 看完一下 他的兄弟同胞 他就立刻付出行动 各位 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 这个彼得没有将全部的这个故事 告诉他的岳父呢 我看见意象 我看见这个焚烧的荆棘 怎么样 我相信呢 罗斯他把这个的情况 告诉这个岳父的话 他的岳父 告诉他的妻子的话 他的岳父跟妻子就一定会说 这个墨西在旷野大了40年 现在的精神都有点问题 乱讲话了 有幻听 他说 我听见以后 说要我回去 你什么人 你也没有兵 也没有将 也没有主 也没有战士 也没有战车 有无财无事 然后你对岳父说 对那个太太说 我要上帝要我回去 把我的百姓拯救出来 我相信他的岳父 跟他的这个妻子 一定会说 这个墨西啊 精神有问题 有幻觉啊 有幻听啊 什么要回到埃及去呢 他没办法向他们解释 所以呢 他只能够 用最简单的办法 告诉他们说 我要回去看看我的兄弟同胞 这句话也是对的 没有骗他们 但是最难得的一句话 就是什么呢 难道的一个 他是立刻付诸行动 一面的计划 就一面前进 抹着石头过河 不是等河水干了 或者等到 有没有小船啊 或希望有人住一道桥 住到什么时候啊 所以呢 我们是说 其实呢 所有的所谓路 也是人踏出来的 不是建筑 是踏出来的 所以呢 我们学了一个功课 你若开步 神就开路 再讲一遍了 你若开步 神就开门 你若开步 神就开路 有开门又开路 但是你需要开步 多少时候呢 我们就说 哎呀这个 比如说 以前我们 这个疫情 这个 pandemic之前 我们去教会 从你家去教会 一定经过很多红绿灯 你会不会 等所有的灯 变成绿色 你才开车 不会 前面那个灯开了 你就去了 那我在前面灯开了 你就去了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灯 等到绿了 你才前进 那么你就不需要来教会了 你就等在那地方 等一百年吧 不可能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平信徒 他不是牧师 但是他投身宣教 特别去一些 很难的地方 特别是那些回教国家 那么 我们知道说 这些国家 那些封锁的国家 极权国家 你圣寝进去 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是 望门 望门清炭 看那个门 一定进不去了 我们好好为这个地方祷告吧 就祷告好 可以了 你进不去的 但是我这个弟兄 有一次我跟他喝茶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他说林牧师 几十年来 我学到一个功课 很多的门 福音的门 看着是关着的 但是没有锁 没有锁 他说我当我进到那个 来到这个门前的时候 我推一推 结果原来门是可以被推开的 所以他说什么呢 他说门是关着 但是却没有上锁 各位 这句话是不是值得你思考呢 今天我们发现 在教会也好 在教会以外也好 我们看见好像很多的门 我不知道现在你是等候神开什么门 我不知道 很多时候在你面前是关着的 你明关都没有打开 但是关是关的 却没有锁着 你可以进去 所以今天我们学个属灵的功课 看见意向 领受感动 但是行动不如行动 那么立刻付诸行动 做了第一步 就是第一步 有时候我们在美国很多的工程师 他们就是说对于做主的工作 都好像在公司里面做工程一样 把整个的所谓的project plan 写出来 budget是怎么样 有什么的计划 有什么的预算 有什么人才的配备 都写出来了 那么但是在属灵的领域里面 没有 你看摩西 他有什么计划 拯救以色列人大计 他都没办法 他没有想到什么十个灾 也没有想到说有这个过红海的事情 也没有想到说他们在旷野没得吃 没得车 对不对 神要将马拿降下来 吩咐盆石流出这个活水 也走路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方向 那么神用这个佛筑允住 一步一步引导他们 所有的plan都没办法plan 都在神的plan的里面 第三个是付诸行动 第四个什么呢 就是紧握这个应许 神用各方面的应许 按了摩西的心 摩西说 我这是做口奔舌的人 我怎样能够说服这个 说服这个的 这个法老王呢 神就对他说 谁做人的口 谁做人的舌头 神就安慰他说 我必与你同 我必与你同去 我必与你同在 我必与你同共 正如神对摩西的接班人 约书亚说 凡你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必辞给你 这是应许 如果是我应许你的话呢 我只能够说 现在 照我现在的能力 我能够帮助你 但是呢 很多时候 很多的变数 有时候是什么呢 有心无力 有心无力 比如说 在我们侍奉的当中 有时候你说 哎呀这个人来帮助我就好了 结果你就发现 到时候呢 这个人说 对不起 我没办法来帮助你 有心无力 凡你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要吃给你 这个 很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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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海外基督使团历史里面 有一位的宣教士 加拿大去中国传道 这个的宣教士呢 去到中国 第一件事情就学中文 我们今天讲中文呢 讲得非常的自然 但是你知道脑外 学中文是非常的困难的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 汉语拼音 这个的 这个父亲的父 汉语拼音是FU 对不对 那丈夫的父呢 丈夫的父呢 也是FU 对不对 我们说夫妇 这是两夫妻 夫妇 妇人的妇呢 这个也是FU 老爸 爸爸也是FU 老公也是FU 老婆也是FU 你听着用 只有这个分别 我不知道 我们讲习惯了 但是你想想看 一个老外 学中文 你说 老爸怎么说 FU 那老公呢 FU 老婆呢 也是FU 他说 你们中国人 是神经病 上个不同的 分得那么的 清楚的关系 怎么可以一个字 来去代表 上个不同的意义 上个角色呢 上个关系呢 搞不懂 我们讲习惯 不觉得什么 老外是很辛苦 所以这个牧师呢 他在去中国 去传道的时候 学中文 学得非常的辛苦 那么后来呢 他就 学到最后的时候 都没办法 掌握中文 那么他就以为说 我一定是 领受神的 那个 那个护照的时候 我领受 了解错误了 我不应该来中国 中文实在困难了 我没办法克服 那么所以呢 他就打算 再回到加拿大 就离开中国了 因为我学不会 这个语言 那么他就求问神 说神啊 是不是你要我在中国 求你给我一个证据 继续留在中国 就是差不多他 决定要离开 这个的中国之前 他有一天读到 这个的 约束亚书 就是这个第一章 第三节跟第四节 那一段 就是上帝对约束亚书说 凡你的脚 你的脚掌 所踏之地 我都要赐给你 他忽然间 好像看见亮光一样 他说 你的脚掌 所踏之地 我都要赐给你 那么他就把他的 中文课本 放在地上 然后做什么事情呢 这里说什么 你脚掌所踏 他真的把他的脚 踏在那个 中文课本上面 你知道吗 然后就宣告说 主啊 你说过 把你脚掌所踏之地 你都要赐给他 主啊 求你把 这个 我现在把 我的脚踏在 这个的中文课本上面 求你把这个 中文赐给我 结果什么呢 结果他 从那天开始 他的中文 学的 突飞 猛进 突飞猛进 到最后的时候 他的中文 好到 好像跟一个 中国人讲中文 一模一样 我能够做 认证 因为我亲口 亲耳 亲耳 亲耳听过他讲道 亲眼看过这位牧师 在香港的时候 几十年前 几十年前 在 差不多四五十年前 我在香港 听过他讲道 他的中文 就是跟这个中国人 没有一样 紧握 应许 我们领受神的应许 要做个事情的时候 各位 老师你看自己的话 你一无所有 你越看自己 你越看越怕 一点把握都没有 眼睛 要看神的应许 不要怕 只要信 不要怕 只要信 好 时间的问题 我跳过一些例子 我就不讲了 我来到第五个 神的供应 耶和华以乐 在神的山上 必有预备 在遵行神旨意的道路上面 神必有预备 我们也听过一句话 什么呢 是什么 神的 神的供作 为做神的荣耀 照做神的办法 神一定会供应的 神一定会供应的 若是讲到这一方面的话 我们就发现 真是见证如云 神的供应实在是 非常非常的奇妙 没办法想象是这样子 神的供应很奇妙 这个的 很多年前吧 大拉斯神学院 有一个牧师 董事会的一位董事 叫做Dr.Ironside I-R-O-N-S-I-D-E 这位牧师是一位 非常神手重用 但是也是非常的 单纯的一位牧师 有一次 这个神学院 已经是山穷水尽 已经是没有资金了 所以那些董事 跟院长 就在院长办公室里面 就祷告 祷告什么呢 很简单 只有一个祷告 求神预备这个资金 那个经费 因为神学院实在是撑不下去的 撑不下去 这个的 Dr.Ironside 是个非常单纯的一位牧师 他祷告的时候很可爱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主啊 天上的羊 这个是你的 万上的牛也是你的 所以呢 因为他在大拉斯 Texas Texas很多牛很多羊 大家知道 在那个牧场上面 所以他的祷告跟Texas有点关系 他说天上的羊 万上的牛都是你的 主啊 能不能把一些牛跟羊卖掉 然后把那些钱送来大拉斯神学院 这样子 很单纯的一个祷告 就在他祷告的时候 有一位先生 就进到这个神学院 他穿的比较普通 那么就 很普通的一个 这个一位先生 那么他就 要找院长 那个秘书小姐说 院长在祷告 不晓得有什么事情呢 我可以帮你吗 这样子 这位的先生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刚才 卖了一个卡车的牛 一个卡车的牛 神感动我 要把这些的钱 来奉献给大拉斯神学院 哇 那个秘书小姐 就很高兴 就立刻把这个 农场的那个庄主 就把他去 带去看院长 他们听见说 原来当这个Dr.Ans 在祷告的时候 神正是感动这位的 基督徒的 农场的这个庄主 真的把他的牛 就卖掉 然后真的把那些钱 送到这个大拉斯神学院 弟兄姐妹 你说神的 随听我们祷告 是不是随听得那么的精准 随听得那么精准 所以你看见 神这位莫西预备会讲话的亚伦 因为莫西说 我没有口才 那么其实他会了 但是神带领一个比莫西更厉害的 一个的 一个的 spoteman 一个代言人 这是亚伦 那么神对莫西说 亚伦是 做你的口 你要做亚伦的神 代表你来去讲话一样 我们也看到 这个神为以利亚预备什么呢 一个西水 这个激利 西堂 对不对 其实那个时候呢 那个以色列地 已经是遭遇这个激方的 井南有一个 一条西水 叫激利西水 其他的西都干掉了 唯有这个的西 那个水没有干掉 源源孤绝 不是很多 但是刚刚好够用 也那个乌鸦 你知道乌鸦呢 就是很特别的 鸟它什么都吃 对不对 那么那个腐肉的吃 是吧 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的 神就用这个西水跟饼呢 甚至那个撒拉法的 撒拉法的那个寡妇 来供应 有限制日常的需要 各位这些的途径 都不是以利亚自己想出来的 如果是以利亚自己想出来的话 她可能会想说 主啊就感动一个 比较有钱的寡妇来供应我吧 一个有钱的家庭来供应我 神没有 我用一个你想不到的办法 你想到我都不给 你想不到的时候呢 我就给了 供应了这个仙子的需要 所以呢 我们来问喜 对不对 我们都看见是说 第一你看见异象 第二你受感动 第三你付出第一步的行动 第一是神用这个应许来支撑你 然后呢 当你拿到神 拿到神的应许之后 神就会供应你一路的需要 再下去我们看 好 我就出去了 我看见异象 我要领受感动 我也抓住神的应许 我也付出行动 但是一去的时候 你就发现了 就有挑战了 这个外 我们知道法老当然不愿意 这个法老当然不愿意 这个什么呢 外表是法老 其实背后呢 却是撒旦在做工 因为你知道件事情 各位 这个出埃及去 这个经文 这个不是单单说到以色列的历史 这个圣经的历史都是救恩的历史 是神怎么样用人的历史 来去成就一个救恩的平台 一个救恩的计划 通过以色列人来拯救全世界人 你知道吗 来救赎这个地球 来救赎世人的 所以各位 我们知道说以色列这段历史 看起来就好像说 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受苦 那么上帝爱以色列人 就把他带出来 放在这个加南美地 要他们做一个 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度 各位这是人的看法 你要从一个高度来看 这种种所发生的事情 都是神用来成就救恩的计划 让以色列人在那个 在那个的那个加南地 成为一个的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有军政的祭司 有这个的神所 这个拣选的一个的族群 一个族类 目的什么呢 目的要把他们成为 拯救世界万方万万万人的 一个的途径 所以各位 以色列人出埃及 这个不单只是 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之争 不是 乃是个属灵的征战 属灵的征战 今天我们在美国 看见很多政治方面的 那个斗争 其实都有属灵 应输在其中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祷告 为什么我们要迫切的祷告 因为很多政治的征战 不是单单是政党的征战 很多背后是属灵的征战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警醒 我们眼睛要张开 耳朵要张开 我们灵里面要非常非常的敏锐 能够了解这个属灵征战 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 各位 对不起啊 这个 外表是法老 背后却是撒旦在做工的 你知道吗 当神的工作向前发展的时候 撒旦就会信奉作让 用着世上各样各样的力量 去抵挡神的旨意 以夫所书六章十二节提醒我们 因我们并不是以属学器的征战 乃是与乃是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者右岸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 而去征战 各位 不要看外面 后面那个是属灵的征战 那么不但只有属灵的征战 我们也看见这个 看得见的情况是什么呢 看得见的情况就是 外面的一个的压力 法老的加压 知道说 你们紧张想离开 生气了 就是加压 你们再想走的话 我就越加压 压力 现在我不给你们这个的用做砖头的材料 你们自己到处去找 但是那个砖头的数量 每天都要如数的叫上 你知道他们说 哎呀 当我们讲一次说要离开的话 他就 那个边就打过来了 所以最好不要提了 都乖乖在这里 这个就是法老的那个 他的技术这样子 你一提 我就打 你再提 我再打 打到你们不敢提 这个外面的压力 当然因为他 不想设去 两百万免费劳工 对不对 那么撒旦就要破坏神救恩的计划 我们也发现今天也是 当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 会遇见压力 是吧 这个的 当你去爱主的时候 这个也会遇到压力 是吧 你开始服侍主的时候 也会遇到压力 这个 比如说你信主的时候 罗斯在座当中 有一些的大学生也好 是什么 你就会发现 你信主的时候 你就会去聚会 灵修 聚会 参加特会 很多的 那个时候 很多的高中生 在台湾也好 在香港也好 都有一个条件 是说 罗斯大家都在联考 都高考 联考 会考 大家都去 用那些时间去读书 你就去团契 你就去参加聚会 你去灵修 岂不是社区了 读书的宝贵时间吗 你的父母就会怀怨你了 是吧 当你信主 当你爱主 当你侍奉主的时候 你就发现了 就有一些的阻挡 不过 当你靠信心 经过之后 你就发现 这些的反对 这些的这种的压力 反而成为你 在基督的里面 成长的一个 很重要的动力 很重要的动力 我们再快看一看 不但只有外面的压力 还有里面的反叛 那个百姓也抗拒 有没有 其实他们也看过 摩西 这个的神迹 但是他们就忘记了 当他们要离开 说要离开的时候 受到这一方面的 那个法老的 那个加 加码的 加码的压迫 未见其利 陷见其害 甚至他们说 我们命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命就是 要在埃及 做二等公民 你不要搞我们 我们的命就是这样子 甚至摩西 埋约摩西说 你是来害我们吗 所以在那个时候 百姓就反抗了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有几个得胜之道 第一 要认定造谜 是神叫你去做的 是神呼召摩西 去把以色列人领出来的 是神要把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领出来 要带他们进到迦南地 要成立一个国度 这是一个天的造命 所以呢 没有违背来 从天上来的 那个的造命 认定造命 信心的坚持 很多时候 基督徒祷告之后 就还没有等到 神的恩典 就立刻放弃 就离开了 你记得吗 约瑟 他被提升 被尽容的时候 那个启示就是梦 他们做 他其实不是做了两个梦吗 做到他做梦的时候 都发现他的哥哥的 那个火捆向他下拜 然后第二个梦 那些星星 月亮 太阳都向他下拜 就是什么呢 他要在家里面被提高 结果做了这个梦之后 他的人生好像什么呢 每况愈下 但是他仍然盯进在神的身上 信心的坚持 奉回路转 见到神的恩典 所以呢 第一个是认定招命 第二是信心的坚持 我要坚持下去 然后你看见 这个戴德圣牧师 人家到最后的时候 问他说 你对这个中国的 那个的 做了那么久 你有什么的 你有什么的 这个的感受呢 他说 我对中国宣教失业 有三个字 第一个字 不可能 impossible 第二个字 very difficult 很困难 第三个字 成了 就成了 从不可能 到很困难 到成了 你在我们 这个美国 有一个清洁机 叫409 为什么叫409呢 因为他们 失败了408次 到409次 就成功了 信心的坚持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 神也给我们一些感动 神也给我们一些的 这个意向 我们怎么去面对呢 我们靠着主的大能大力 信心的坚持 抓住他的应许 定进他的身上 仰望他圣灵的加力 我们一定能够得胜 并且能够得胜 好 愿主赐福各位 我们这一堂呢 就在这里结束 主赐福各位